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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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通报所是关外 萧远晚来探过 说过了 太师午睡 要么等着 要么改天再来吧 是 干什么 我们已经来了三次 你确实对太师说清楚了 是关外萧家 太师说 潘家在关外没有姓萧的亲戚 老爷 门口那帮萧家人走了 留了一封信给您 说了什么 走之前说不再来了 爹 遥人还是想我们在靖阳的事上面 替他们周旋 你这三番四次地打发他们 不怕得罪撩人吗 小太后 还真把我当成她的臣子了 我之所以跟他们合作 不过是因为想借力打力 现在靖阳的战事 是 圣上那么上心 我犯不着 为了这个辽国出了龙林哪 但万一辽人生气的话 都出我们这么多年的往来 那该怎么办 所以长在他们身上 也长在我们身上 好 好 好 小心那些灵芽 是 夫人 仔细一点啊 七老娘 小心 慢点 小心 慢点 爹 我让你去筹备祭祖的事 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我 爹 孩儿只是想要 老爷 夫人在催了 长芒祖宗福泽 颜平从边关寄来加兴 兄弟六人 暂时击退辽邦 对晋阳的骚扰 杨叶虽暴病在身 但初心未改 定邪子孙肝脑涂地 忠君报国 快点 快点 齐郎 你留下 牛 好好说 在这牌位上 你能看到些什么 那自然是 我们杨家保卫国家的 无上荣耀 可爹每次看到的是 亲人的离别 知道爹为什么反对你习武吗 我资质不好 恰恰相反 你天生神力 资质很好 可是控制的不好就是灾难 爹 娘 还有你的兄长们 为了大宋都身在军旅 征战沙场 也许有一天 我们也会在上面 爹 爹也是凡人 爹不想看见杨家吾后 所以爹不想你建功立业 只希望你平安快乐地生活 太后口谕 爹人美两面三刀 平日里多受我大辽恩惠 然晋阳之战 他却背信弃义 隔岸观火 杨家军作战神勇 实在对我大辽 夺取晋阳不利 因此太后命你 以义和之名前去大宋 削弱攀家气焰 扰乱宋国君臣之心 臣韩会遵旨 来 先生请 今天起 你就跟着先生好好读书 不可荒废学业 先生 虎父无犬子啊 杨家六个儿郎 朕将果然不负朕的厚望 陛下 晋阳告捷虽是可喜 可是 依臣看来 杨叶先是临阵成病 他那六个儿子得胜 却不思还朝 恐怕 别有异心哪 陛下 杨叶重病 六子替父出征 乃是得到圣上的恩准 虽然得胜 三官还有余孽未处 难以还朝 太师一直将矛头 指向国家之栋梁 这到底是谁 另有异心 陛下冤枉啊 太师先起来 是 叩参政的话 虽有些严重了 不过太师的言语 也应慎重才是 是陛下 是 先帝之臣谨慎 顾临崩 既臣已大事也 昭夜思枝 昭夜思枝 我刚才读到哪儿了 十遍 再给我抄十遍 不是刚抄完吗 是 齐朗 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狡辩 那之前就是故意的吗 那天在祠堂 我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真的志不在读书 你胡闹 来人哪 老爷消消气 老爷 寇大人求见 快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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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退 呃 呃 呃 下去 打 好 � 你真能带死辣残了呀 你怎么这样了 还打呀 干嘛呢 他都那样了 你还打他 老子打那关你屁事 跟我打 起开 上哪儿去啊 在我们三国舅地盘上撒野 你当事就这么完了吗 三国舅 朱柳姑娘 难得欲呀 三国舅今日 怎么这么有雅兴亲自来关类啊 我还说呢 怎么最近几天都找不见你 你 找我 本来是有话想对你说的 可是今日看你这样 怕是也没什么兴趣听了吧 别别别 有空 有空 这边请 多日不见 我本以为阳令公得知边关告捷 会精神振奋 不过 看现在并非如此 靳阳虽小胜 可是按照大郎的描述 辽国此番进攻并非那么简单 一般他们骚扰兵官 只要头阵败下 便会降疲马伐 知难而退 不过这次似乎另有打算 有消息呈 辽国要派使臣来议和 靳光其变 禁房有障 走 公子是在找这个吧 这些木桩我会赔给您的 老夫的擂台 这木桩个个都是金刚铁木啊 能撞断他的人 绝非池中之物 老夫 怎敢斗胆索赔啊 还是请赐教吧 你 怎么 公子不懂权术 一个男人 要是不能靠力量扬威天下 岂不白活一刹吗 更何况 公子天生的神力 是乃可造之才 不如这样 擂台 是锻炼身手的好地方 你来这里吧 老夫 传授您武功如何 我义父南北擂台 可是从未属过 还请公子三思 你很难受 先生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只不过在下 实在不想行 那就等哪天公子想好了 汴京城里 打听隐缘便能找到我 还不赶紧给你爹认个错 我杨家怎么除了你这个 当街卖权的孽障啊 那两个是攀爆的人 来人哪 走 打 爹 你就听他们的一面之死啊 也不问问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在擂台上 跟别人打斗 我 是 是 那你们还站着干什么 我 打 爹 你不讲道理 敢说我不讲道理 放肆 老爷 七郎他还小 还小 他几个哥哥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都跟我上阵了 上阵 我也想上阵杀敌 你给过我机会吗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 七种哥哥们 我呢 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吗 你 你这逆子 给我打 不用 我自己来 打 老爷 七郎 打 老爷 七郎 七郎 这些药要趁热喝 你不喝药 怎么能好得快啊 七郎 你不喝了吗 夫人 先皇御赐的金床药 还吐什么药 你把他打死算了 你明知道他天生神力 个性又急躁 再这样惯着他早晚出事 你说你长年不在家 孩子本来就跟你生疏 现在可好 你把他打了一顿 那以后他见着你 那不就跟老鼠见着猫似的吗 你就不能坐下来 跟七郎好好地谈谈 你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药 记得给他涂上点 是不是 警察 опред把救 Então 崽子 把杀罌 再植来 没人过来 狭北 又来给七郎说情 老爷 我差人去打听了 这件事情也不都怪七郎 反正打也打了 你说你干吗要 罚他去采什么药啊 让他吃点苦 好摸摸他急躁的个性 夫人 七郎性子就像一团火 火大烧身哪 臭小子会让你逞强 害那老子输了擂台 爱那三国就一顿打 起死了 快 快起来 公子没事吧 我没事 只不过尹先生为何在此 今天一大早 他就出门了 说是要来报仇 我担心一直跟着他 果不其然这差一点惹出大火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不用谢 不用谢 你不会习武 白瞎了这一身好资质不说 你看遇到了危险 都不能保护自己啊 实不相瞒 不是我不想习武 这不过是家父不愿意让我习武 难道公子家是书香世家 不 我家是天波府 师敬师敬 这杨家可个个都是英好 那令公为什么不让公子习武啊 我爹觉得我 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道 真是白下了这身好资质 公子 你想习武吗 那是当然 好 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 老夫 愿意把我毕生所缺的东西 都传授给公子 我是不希望 失去一位百年难遇的好苗子 圣上最终还是大赢议和了 不成胜坠机 只怕是放虎归山呀 将在外君心不安 有大郎他们在 你就放心吧 要是 你也不想我 少许你 小兴 重点 小兴 这个岳 出去 早知道他这样 你当初伤我腰我干什么 你在说什么 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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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这位兄台 干什么 什么事 柳姑娘 看你半天了 可是来找我义父 好 公子 先生 有识远迎 来 请 老夫恭候多时了 多谢先生知欲之恩 我一定好好学武 七少爷天资聪颖 一点就通了 师父教得好 来 擦擦汗吧 尹先生 听说你不再为我训练 全是吃了 盘豹 你怎么也在这儿 七少爷 现在是老夫的爱徒了 爱徒 想当初我拜尹先生 为师的时候 尹先生不是说 不守徒弟了吗 公子记错了吧 当时老夫说 若是无缘就不守 那他杨七郎 就跟你有缘了 是天意 想比尹先生的擂台 是不想在汴京 开下去了吧 老夫一生 四处百类 一位生计 二位传承 现在 既然老夫 找到了传人 其他的事情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老朽承诺 往后 若是有国舅大人 在的地方 老朽 就不会百类打拳 国舅大人 请回吧 少爷 国舅大人 之前 你屡次欺负七郎 老夫不便过闻 可是现在 七郎是老夫的爱徒了 国舅大人 往后 请你自重 我 没事吧 师父 从来没有人 对七郎这么好过 七郎 你刚才 都看清攀报的招式了吗 咱们现在 把他拆开来看看 宝儿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来来来 还不过来 见过 辽国使臣 韩徽大人 公子多礼 见过 韩大人 公子多礼 爹 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韩大人 坐坐坐 犬子失礼了 还真是一表人才呢 若是能带帝天波府 当上大宋的镇前先锋 那辽宋之间 可真的就会化干戈 唯玉薄露 犬子哪有这种才气啊 太师过谦了 才智嘛 公子当然有 我们太后也是这个意思 只是不知太师 有没有这意愿呢 怎么讲 百神周累啊 又是百神周累 喝茶喝茶 来 喝茶 师父 来 出手 要快 要用力 妇人之仁 七郎 你没事吧 师父 兵不厌诈 好小子 义父 七郎 记住了 对阵中 燕京永远不要离开对手 吃点点心吧 先一会儿再练 七郎 你现在可以出去 和外人交交手了 这样 才能检验你 到底学得怎么样 老师跟师父过招 已经陷入套路了 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我给你找个擂台 你去过过招 打擂 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咱们换个名字 不让令宫指导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死了 好 同步 好 传让 你哥好功夫吧 好 有五 师父 拿着 这是 你应该得的 我不要 大丈夫不拘小节 既然你不是杨其郎 是沐翼了 这个你就应该拿着 这也是擂台的规矩 如柳姑娘 这是去哪儿啊 国舅大人 我还有事 前两天潘公子潘公子的 现如今就变国舅大人 怎么 你医父不让你跟我来往了 行 我昨日就上你家提亲 你嫁给我 就不用跟着那老匹夫 受奔波之苦了 国舅大人请自重 我医父的脾气 你不是没有领教过的 告辞 七郎 你怎么在这儿 柳姑娘 这个送给你 杨其郎 您敢动我的女儿 刚才还跟我装什么三针九裂 原来是攀上了杨家 潘伯 你嘴给我放干净点 还找着个出头子啊 你们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你给我住手 别打了 别打了 师父 义父 得罪了 公子我们走 走 从长计议 走 我呀听他是跟我提过几次 说这杨家总爱跟你们父子作对 也难为公子这么多年 真不知道你是早熬过来的 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公子 何必等以后呢 眼下就有机会啊 只不过韩大人再说无妨 摆神周磊 夺他杨家的先锋印 我跟太师提起 太师不同意 也可以理解吗 孩子心切 他是怕公子你 怕你输 那依韩大人的意思 该如何摆神周磊 公子 这可就靠你了 我 其实我跟你一样 实在是看不惯杨家如此的鞠躬自傲 如此的嚣张霸道 名为意合而来 实则探我大宋虚实 你们二位有什么建议 韩辉这个人 微臣跟他接触过多次 撩人都是虚张声势 但是 陛下 请不要在意 太师的意思是要静观其变 臣认为不可 撩人一直寄予我大宋国土 可多年来杨家交战 熟知杨家作战方式 并且 并且什么 并且杨家年年手握兵权 如果杨家要有一心的话 恐怕我大宋得内外受敌 臣以为在辽人出示我大宋之时 举办神州类 让全国无数人才汇聚一次 争夺先锋印 让辽人也看看我大宋人才积极 二来也震慑这事杨家 提醒他别一家独大 功高盖主 陛下 请原谅全子狂言哪 国舅的话 细听起来 也不是没有道理 陛下赐我军衔 人人都以为我皇亲国戚 看清我没有军功 不能为陛下上阵杀敌 我算什么将军 臣请陛下 允许臣为陛下打山州类 以选拔国之栋梁 好 爹 爹 别喊我爹 那么听杭辉的话 你喊他爹好了 你情愿被杨家押一辈死 我可不愿意 等我拿了新封印 你可别认我 这不是让潘阳两家 直接杠上了吗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昨天收到消息说 杨家六子齐聚边境 而辽军却没有异动 陛下担心 我这不仅需要杨家 隋断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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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尔 歇一会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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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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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生爹的气啊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夫妻几十年了 我还不了解你 你就是拼尽老命 也不会服输的 只可惜咱们六个儿子都在边关 老七倒是在身边 又不会武功 你说他要是会 太宗爱长子 百姓爱瑶儿 你能舍得其朗 去打泪 人在心不在 想什么呢你 我从小就想像哥哥们一样 习武练枪上阵杀敌 要是这次 我能靠我自己的实力 堂堂正正地迎下神舟泪 保住那先锋印 那个要有多好啊 这有什么不可啊 就凭你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赢下神舟泪 这样既能够满足你的心愿 又能在你爹面前 证明你自己 我爹那关肯定过不去 你也死脑筋 先斩后奏 趁着你哥他们几个不再跟前 若是你一个人 拿回那个先锋印 那你爹的嘴还能喝得裸啊 对啊 师父 还不敢键练 这就是你夜夜晚归的原因吗 马上要打神舟泪了 我要打练 这事关先锋印 岂容而喜 而且习武之人品行第一 功夫次之 你刚才招招致命 毫无容忍之量 更无慈悲之心 是 我不配习武 在爹的眼里 我除了是杨家传宗接待的工具 我还有什么别的任何用处吗 当你有一天当爹了 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潘公子请看 这就是专为你准备的练武之地 全是陪练 一应即全 此地极好 多谢韩大人 立当下牢 公子 你伤势未愈 不可过分乏力哦 这次达类 绝不能输 公子 歇息片刻在令也不值啊 这样下去 怎么能赢 看到公子如此刚烈 我倒是想起一个办法 只是有话直说 别吞吞吐吐的 这是我大辽的虎狼之药 可以强行打通血脉 是内力短时间内大增 爹 您就让我去吧 滚起来 是 是 七少爷 我想去拜访一下杨岭公 说服他 让他准许七郎去参加选拔 出人头地 可是七郎打累的话 会受伤 怎么 你为他担心了 好 好 好 她严得 是 上 下岁 下岁 狗小方面 走 看啊 好 让我去吧 来 好 走 短几日 内力怎么会有如此提升呢 莫非 有高人指点 不好说 爹 放我出去 公子 孤狼之药吃毒了伤身 爹 你看这都两日了 你要把七郎绑到什么时候啊 放到擂台结束的时候 非要这样吗 他非但不听我的话 偷偷袭我 还在外面拜师学拳 那拳法招招狠辣 毫无宽容之心 现在又要跑去打神州类 你看你总说 孩子不懂你的心 你又何尝懂他的心呢 可是他的性子 依他的力道 那你能管他一辈子 绑他一辈子 你说我们做父母的 要是不理解他 那在这世上 还有谁能理解他呀 还有谁能理解他呀 老爷 夫人 尹先生求见 尹先生 尹先生 说是事官七少爷 有请 是 是 见过杨令宫 见过奢太君 先生是 在下是七郎的师父 是 过舊大人小心刺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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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杨七郎身边的姑娘吗 如画碎语的 可惜了 杨七郎又是杨七郎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失手杀了她 公子 你不可以有妇人之人 别忘了 她可是刺杀你在先的 你怎么这么傻啊 难道我对你就不比杨七郎 杨七郎 我不会放过你的 爹 老夫 老夫对不住了 严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七郎 他太可惜了 可惜 他可气 你不让七郎习武 定有苦心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老夫在山上 救了被暗算的七郎 恐怕七郎 现在早已命丧山崖了 有这种事 他没有跟我提起 他不敢提 带他日后 也当了父亲 就会明白我的心了 日后我要当了父亲 我儿子想干什么 我就让他干什么 老夫 受七郎为徒 本意也并非单纯 这时间一长 我却发现他 心性善良 再说 七郎是你们杨家的孩子 理应成为像您 和其他几位少将军一样的 干世英雄 成就一番伪业 为父不求你那样 可是我喜欢练武 你已经撞得像头牛一样 所以应该多读点书 修身养性 难道他的理想 就不重要了吗 请你不要插手 我的家世为好 再说 你教七郎的拳法 不利于七郎一无养性 我不答应 容不得你不答应 令公 好 日后老夫 不会再教七郎了 也罢 送客 请 师父别走 七郎 你自己道中吧 你敢离开天保府一步 你以后就不姓羊 你2015很好 你也不可以 咱俩 兑羊 快简兑羊 和难道你 还可以 那我都不姓羊 你不是姓羊 哦 автомоб 我又不姓徒 这么人 爹想关死我 娘您就随了她的心意吧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就给你爹认个错 你告诉她 这个类我不打了 这事不就过去了 可是孩儿没错啊 娘您不是跟我说 当年很多人反对您习武 就连外公都反对 那您还是坚持了 还在战场上认识了我爹 供节连礼 孩儿从小 就在爹娘的意愿下生活 孩儿从来没有做过自己 你听娘跟你说 娘 七郎是不会进食的 更不会跟爹认错 这回真是要饿死明智了 娘 你自己保重吧 七郎 七郎 把门打开 老爷要问 就收网站打开的 七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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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好 如柳没了 师父 如柳怎么没的 两天前 有人从护城河里 把他打捞上来 护城河 如柳怎么会溺水的 齐郎 你走吧 师父 我留下来陪你 师父累了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准备 准备 打 打 你 一猜就是你 你这个畜生还我女儿 这话可不能乱说 她到死 手中都攥着你腰上的那块玉佩 她的死你脱不了干系 我杀了你 杀我 凭什么 师父 齐朗 快 走 师父 快 给我追 追啊 追 追 站住 别跑 走 走 走 齐朗 齐朗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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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先生说 尹先生 我想问你 江湖中最重的是什么 当然是信义 尹先生在天保府答应过我不再交七郎的承诺呢 这 所以请尹先生 以后不要再见七郎了 爹 以后师父的事你不要再管了自己保重 师父你别走 爹 您知不知道如流死了被潘宝给害死了 那你更不能去打这个擂台 您不是一直教我出强服弱伸张正义吗 您现在这样借死不救 用您的官位把师父逼走 您这样和叛人们有什么区别 您说什么 混蛋 爹 您先回去吧 韩大人 韩大人 将军问攀豹的情况 被我的虎狼之药透空了身子 只剩下了空架子 将军让你保住他的命 直到他站上擂台 您 眼下攀阳两家大泪势在必行 对了 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我返回大辽 将军还有计划 让你暂留宋国 是 好 再来 师父 此拳威力甚大 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道 纵然你是武学奇才 这套拳也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 为了提升速度 我要让你气血逆行 来提升你的内力 这样你可能会感到内心浮躁 师父无需多虑 为了给如柳报仇 也为了我自己 只能这样了 好 好了 你们下去吧 是 是 宝尔 爹 宝尔 怎么了 没事 好 没事就好 宝尔 尽力而为就好 凡事不可强求 伤了自己 放心吧 爹 这次我一定要让潘家扬眉吐气 齐郎 我应征神州类 奉的是皇命 你要是想拦我 先过来抗制这一关吧 先过来抗制这一关吧 齐郎 你真的想好了吗 求爹成全 起来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爹放心 我有分算 等大丸累太后 无论成败 我会上书圣上 让福尹 彻查江姑娘的案子 你倒是想要抗制这一关 你们 你倒是想要抗制这一关 他不想要抗制这一关 你就是怎么回事 你啊 我看你 你这些人 敢不敢赌大一点 你想怎么赌 生死状 我已经签了 好 就打死不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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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住 住 查 我去死了 啊 不 别 别 起床 宝儿 齐郎 宝儿啊 宝儿 齐郎 来人哪 陛下不会见令宫的 请回吧 你说这个杨戚郎 怎么这么不让朕省心呢 你说 按照当朝律法 当街打死人该如何处置 陛下 杀人长命 天惊地义 这边请 来 给你 谢谢老太郡 娘 齐郎 娘 齐郎 你再好好想想 你跟潘抱歉的生死桌 到底放哪儿了 娘 娘 孩儿来世不要再做爹娘的孩子 拖来爹娘 起来 你是我杨家的孩子 你是我杨家的孩子 娘 娘懂 老爷 找到了 不行 你 你爹把一个孩子 这叫生死 啥这么吃 是 您 嘛 您 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家鲍儿就怕孤单 让七郎陪他好吗 我家鲍儿就怕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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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太师 陛下宣见 太师 可否饶过其浪 请报 杨家军进阳全县大吉 请报 杨家军进阳全县大吉 陛下 为老臣做主啊 太师 快 快快请起 谢陛下 太师 你痛是爱子 朕又何尝不心痛啊 可是杨家刚刚立下战功 若朕斩了杨七郎 非但没有好处 朕担心 他那镇守燕门关的六个兄长 会起一心哪 陛下 老臣一心为大宋 如今痛是爱子 还望陛下垂帘 还老臣一个公道啊 他也请 如今已是两全之策 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朕 朕 朕 你爹他 娘 哥哥们回来的时候 替我谢谢他们 若不是他们 七郎就不是免辞发佩了 七郎愧对大家 娘 孩儿不在 您自己要多保重 请娘转告爹 孩儿不孝 不配做杨家的人 七郎 到了熊州 别忘了给娘写封信 放心吧 娘 走吧 少爷 太师请节哀 宋柯 慢 太师时的怪我 怪我鼓励公子去打雷 可是出此意外 在下也是很内疚啊 宋柯 太师 将军 将军 这有何必难 我知道 短笔之声 南帝太师师子之痛 因此 为了不让公子泉下孤独 才去往熊州的路上 我为他杨七郎布下了诸多死事 可是 死了一个杨七郎 他杨叶还有六子 不足以抱太师 失去爱子之痕 向那杨家 是在擂台上害了公子的性命 那么理当这位薛战英在擂台上 向杨叶逃回来 如今 他杨叶年事已高 又受杨七郎打击再后 身体已是极度衰弱 故而 这神州泪 也就自然成了光明正大 绞杀他杨叶的机会 我对潘公子有愧 更有负于太师 所以 我定当 接了一位太师筹谋此事 太师 很惠严禁于此 请您定夺 告辞了 我们走 是 将军 来 塞花无期 此次七郎闯祸 潘仁美不会善罢甘休 我怕她会在路上动手 为保七郎安全 我会伴她一路雄州 如有朝事 趁我并我家中 万事与寇准大人商业 五年 别担心 一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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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你去深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我们来渡头干什么 爹 七郎 上船吧 去一个盘人梅找不到你 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可是爹 我是人犯 您私放人犯 整个杨家都会受牵连的 爹 无论去到哪里 你都是我杨爷的儿子 为了你 爹什么都愿意做 是 是 gun 是 了 这 爹 爹 快走 爹 齐郎 快走 我不走 爹 爹 你的伤 走 爹 还有此刻要来 上船吧 不想我不能走 这点小伤爹还扛得住 放心 爹 爹 齐郎 从此天涯 爹不在你身边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爹 齐郎就此别过 爹娘勿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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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泪上的人 已经连赢了三十场了 是啊 本来之前杨七郎打死攀过旧 还以为这泪打不下去了 圣上金口一开 这泪还得打啊 家住山东济南 好 下一个 谢大人 老说那个已经听宴了 换个新鲜的 不新鲜不给钱啊 好好好 现在啊 我就给大伙来一段 汴京城最新的故事 这个话说 在这个神租的这年上 没看见茶都倒散了吗 打死了国庆 干吗呢 对不起啊 客官 你们别生气 大娄子了 你能干点什么呀 去后面刷马去 这神舟类 还得接着摆呀 你这是从哪儿过来的伙计啊 客官 我给你擦擦他了 快点 快点 打遍了各路高手 圣上就给他搬这个先锋印 怎知他不要 他说我不是宋人 你们敢把先锋印给我吗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这下可麻烦了 外人得了先锋印 我们不就亡国了吧 所以啊 圣上就让十大王爷上了一台 结果照样输 圣上为了保住先锋印和国威 只能派杨叶三日后上类了 哎 杨叶都多大岁数了 他上台能站得稳吗 就是啊 上台容易 下台可就难了 要是杨叶也赢不了 大宋国威受辱 圣上搞不好咔嚓一刀 放屁 这是满嘴喷狗粪呢这是 你这是瞎讲的吧 那是金刀无敌 大宋战神 啥时候说过 来 穆依也把桌子收了 这茶钱不要了 把那些乌鸦嘴公告 一定要平安地回来 不知道七郎现在怎么样 不论他怎么样 我想通过这件事情 咱们的七郎 现在一定会懂事多了 夫人 如果我此番有什么不测 告诉孩子们 不要有怨恨 肯定不会 不会的 击事开始 双方请上擂台 小心哪 醉人扬言寺 前来领伐 七郎 进来 驾 七郎 爹 陛下 罪人扬言似 妄能大夫打泪 请陛下看在家府戎马一生 年岁已高 我一片孝心的份上恩准 你本该留放 为何在此啊 我路上遇刺 得知父亲打泪 请陛下容我打泪之后再领伐 这临阵换将 恐怕不妥吧 不妨 这样也挺有意思 所谓青出一蓝而胜一蓝 师父 在下 耶律嫡励 雅令公 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徒儿 请 所以你对我的好都是算计 真真假假都在人心 那江姑娘呢 难道她也是 她只是我手上一枚小小的妻子 你一将功成万古枯 牺牲也在所难免 不过 齐郎 有一事确实不假 你确实是为师最好的徒弟 我不是你弟 我不是你徒弟 我不是你徒弟 你 你以为用我教你的招式 就可以打败我吗 你的杨家枪呢 为师教了你一身的武艺 可你爹 从来没有教授过你杨家枪 齐郎 你说为师对你真 还是你爹对你真 我爹的苦心 你怎么会懂 我爹 当年 我就是输在了你爹的枪下 他挡平了我整个军队 让我的英名扫地 齐郎 你知道你为什么 招招被我压制吗 我还有最后一招 来教你 你本已经逃出生天 为何还要回来 我爹说过 男儿顶天立地 你可站着死 却不跪着生 再打下去 你真的会死 叶吕狄烈 你我师徒勤奋已尽 我绝不会让你 再伤害我爹 和大宋的国卫 你 齐郎 明年此时 就是你的忌日 你 这是我爹的招式 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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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还是这次没让你失望吧 爹知道 齐郎 来 杨齐郎打扮耶律将军立了功 得了你们皇上特赦 最近朝中对我和大辽流言四起 在下没能替太师血痕 实在惭愧 人多眼杂 老夫特地来此为大人送行 有劳了 来 这次大人来送果辛苦了 还请大人替老夫向太后问安 离当效劳 来 大人此时来送实在辛苦 老夫备下一份薄礼给你 希望大人留个纪念 微免节外生枝 还请大人出了官以后再看 请 太师客气了 在下回去 定会在太后面前多多美颜 请 太师就此别过 好 太师就此别过 好 来啊 来啊 把盒子给我 打开 来啊 来啊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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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将军 步行 还请 将军 复人 公子 这军的多好啊 孩儿尽力了 跟爹来 快去 来 爹 爹 爹 您 您这是要教我杨家枪法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ün与点栏目